新手教學 一次過看齊首期以外買樓開支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手教學 以為儲夠首期就買到樓 律師費、按揭保費、管理費 樣樣都是錢 今集買樓開支逐樣和理計 律師費 買樓一般涉及買賣合約 樓契及按揭契三份主要的法律文件 律師費由幾千至幾萬不等 視乎物業的成交價、尺數、樓齡、地契等因素 如果物業的樓齡太舊 或者好像村屋一樣涉及地權的問題 律師需要處理的法律問題比較複雜 律師費也有機會比較高 而按揭的律師費就會根據貸款額而計算 按揭保費 在新的按保計劃之下 800萬或以下的物業最多可以借九成 而1000萬的物業就可以借八成 但都需要符合有關的要求 例如申請時未有持有香港的住宅物業 有固定的收入 通過壓力測試等等 即使未能夠通過壓力測試 只要供款及入息比率不超過50% 申請人在原有的保費上 再另外加上15%的按揭保費 一樣可以獲批高乘數按揭 支付保費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是一次過繳庫 第二種是逐年繳庫 第三種是向銀行加借 並且一次過支付 一般情況下如果打算供款超過4年 一次過給清稿費會比較划算 管理費、責費 不論買二手樓還是一手樓 都要在買樓之後支付水費的按金 煤氣按金 而大廈的管理署也都會要求 預繳相等於2至3個月的管理費按金 而加私樓的管理費 由每呎1元至5元不等 按物業的服務及設施而定 另外部分新樓入伙的時候 都會向業主收取不同的費用 包括特別的基金收費 會所營運按金 額外預繳管理費 和清理費料費用 即是泥頭費等等 金額為住宅單位的一個月 至幾個月管理費不等 因此比起二手樓 新樓的雜費相對較多 猜享地租 猜享和地租一年分四季繳庫 每年猜享和地租的徵收率 分別為應貨猜享租值的5%及3% 賣家買樓之後 需要在最後繳款日期或之前 支付猜享及地租金額 金額是會按照 季度餘下的日期的比例 例如物業每季的猜享是1800元 那季度還剩下一個月 買家就要交回1800元除3 即是600元的猜享 代理佣金 物業買賣一般都會透過地產代理帳衡 當中會涉及佣金的費用 目前法例沒有規定地產代理 所收取的佣金金額或比例 但通常都是樓價的1% 如果入市一手新樓盤 佣金通常都會由發展商單方面繳付 印花稅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會向買樓的人士 收取印花稅 對於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印花稅按樓價計算 樓價越高印花稅就越高 以500-600萬的樓來計算 印花稅是樓價的3% 即是15萬 印花稅的支付時限 是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30天 即是說在物業買賣正式交收前就要支付了 因此買賣物業的時候 記得要準備好相關的資金 各樣費用加加賣也很耐忌 建議各位計劃上車的朋友 盡早開始部署 如果電視法吉祥都有賣率 並且名 questi succeeded 何れは以下帽 wines 預賣現在は 不約一千 是資金第6月 1989寻esters 議員運動 你 tel acompañ選人 教肯 taxes